你不认输是吗 我不认输 反正你也只能趁现在说大话了 总有一天我要在正式的比赛上赢过你 等等 马上就有北斗杯的预赛 你应该知道吧 那场团体赛 到时候我就可以跟你一决胜负了 那场北斗杯 我不用参加预赛 我已经是内定的选手之一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只有你不用参加 太不公平了 其他比赛也是一样 有实战成绩的人 本来就可以内定为种子选手 小练老师都已经打进循环赛了 有谁敢说话呀 说的没错啊 靖腾 你只是初段骑士 你明白了吗 这就是进入循环赛 跟只是初段的人的差别啊 靖腾 这种差别跟实力没有关系 你这小的再怎么得意 也要有分寸呢 四月份即将举行的选手预赛 我一定会通过 在那之前 我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四个月后见 到时候我一定会跟你一样 都是预赛队的代表选手 市长 关于我们公司主办的北斗杯围棋大赛 是为了纪念我们公司股票上市的重要企划 可是围棋有点沉闷 不知道外界会不会有兴趣 所以才要举行团体赛 日本对中国队 或者是韩国队 应该可以引起一般大众的关注吧 原来如此 说的也是 国与国的比赛 就像奥运的国际大赛一样 让大家热血沸腾 我一定要帮日本队加油 要帮塔石亮加油 没想到你也知道职业骑士的名字 真让我意外 昨天 警卫他们正好在聊这个话题 他们说 塔石亮一定会帮日本队获胜 可是还说 除了塔石亮之外 恐怕没有人能够打赢中国跟韩国的选手 还有一个人 真的吗 战日本就有希望了 只是周遭的人 对那个孩子的期待很高 他到目前为止 完全没有职业比赛的时机 没有时机 他是什么样的孩子 他是关西齐院出身的职业骑士 目前为止 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关西那边的 市长 你这么了解那边的情况 不久之前 关西齐院的人打电话告诉我的 有个齐力很强的孩子 好 两位 麻烦请站在那里好吗 怎么了 怎么好像很僵硬的样子 虽然这场比赛是新初段赛的第一场比赛 你不要太紧张了 易奖 不习惯面对镜头啊 这年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还真少见哪 不过就算你的心情有点紧张 你实力这么强 两三下就能赢了我这个老头 你可是在职业骑士考试保持全胜战绩的天才骑士对吧 哪里 三月老师这么快就给人家压力了 虽然你看起来有点瘦 不过体格还真不错 平常有没有做什么运动啊 不 没有 一脚的新初段赛对手是桑远老师啊 真让人期待 嗨 进堂 进堂光 你是初段对吧 门鞋先生 没想到你知道我的名字 真叫人开心啊 对了 你是看齐周刊知道的吧 对 我看职业骑士考试合格者的相片时也吓了一跳 没想到你就是我在当院生的时候跟我对异过一次的人 你居然还记得我 真是荣幸 老师说那年 我本来要跟你一起参加职业骑士的考试的 本来我只是想找个人对异能暖身 才向你提出要求 要你跟我对异一局 没想到 我连还是当院生的你都赢不了 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天真 决定延后一年再参加 当时觉得自己的实力根本不够格 就算有把握可以考上职业骑士 却一点都没有信心可以跟你这样的骑士批敌 我觉得应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把目标定得更高才行 能让我这个一向自信满满的人自我反省 可见了那个时候你有多强 那时候下棋的人并不是我 那个跟你对异的人是左围 没想到你却在职业骑士考试中 吃了三场败仗 还有你在跟踏实行阳的新出段赛的时候 也输得惨兮兮的 之后当上职业骑士 好几场都是不战马而败的 对了 我问你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锦腾在做什么 怎么这么慢 明明说好 要一起来看 一找的新出段棋赛 门邪先生他也还没到 我说本田 你在职业考试输了六场对吧 这么烂的成绩还能及格 真不容易 因为一角全胜 门邪先生也只输了 跟一角的那一场对异 今年的白鑫 几乎全让他们两个人拿走了 其他人的成绩 当然都是惨不忍睹喽 他不来了吗 听说塔时亮 已经被内定为北斗杯的种子选手 要比时机的话 照理我也应该被内定为选手才对啊 应该说十八岁以下的骑士 本来没有太多时机 没有太大的差别 说的也是 本田今年也刚考上 也有参赛的资格 在今年刚考上的骑士当中 听说有一个关西奇院出身的人 很有希望